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講一下AI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以前我們讀幼稚園的時候 ABC就學 A for Apple, B for Boy, C for Cat 接著就進化到A for astronaut, 太空人, B for Barbarian, C for Champion C 今時今日的幼稚園要學 A for AI, B for Blockchain, C for Cloud Computing, D for Big Data 證明現在的Fintech ABCD非常深入民心 今天想講一下AI AI人工智能其實是在上一個世紀80年代已經有 分成了兩大陣型 一個叫做Rule Base, 以規則為主導 另外一個叫做Neural Network, 神經網絡 兩個如果在字面上來解釋 就很難去分得清楚是什麼 簡單來說Rule Base是死讀書 即是你說A一定是B, B一定是C 沒有其他東西 是給他一個指令 告訴他這個是什麼 譬如舉個例子 告訴他貓是怎樣的 貓有一個圓面 上面有兩個三角形 有幾條鬍子 這個就是貓 但是如果你給他一個叮噹也好 或者給他一個獅子也好 根本他就分不到獅子還是貓 反過來這個網絡就不同了 他們用一個好像哈佛大學的教育宗旨 就叫做Learn How to Learn 要學習怎樣去學習 就給很多圖的電腦去看 100幅圖不夠就給1000幅 1000幅不夠就10000 10000幅不夠就給1億 他們自然就找到貓的特性是什麼 這個就好像以前有一個捉圍棋的軟件一樣 給很多旗盤旗局他們看 看得多的時候就成為大師 現在到今天 其實美國和中國 就是兩個國家 是用這些叫做AI 算法 用得很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 中國他們很多數據 其實很多算法 是需要一些數據 是去給他們運行 你看到 現在的算法 譬如短視頻的算法 這個TikTok 抖音的算法 是比外國更加先進 它是比其他軟件更加知道 你是需要些什麼 它是推到最精準的視頻給你 所以它那個黏度又大 它那個Follower的人數 是短時間增長了這麼多 另外現在 譬如我們經常說的 叫做algo trading 就是買賣股票 用一些程式 都是用AI去推進 那很多人呢 以為呢 一用這個 AI algo trading 就一定贏 那其實不是 剛才說了 你要去學習 好像打麻雀 那樣 如果你跟一個 排張 差的人去學習 你始終都不會是好 唯有你是跟一些打麻雀的高手 去學打麻雀 你才會是 有 那個贏面才會是高 所以AI 都是要說 你是不是跟到一個好的師傅 寫不寫到一個好的算法出來 今天想說的AI 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聊 拜拜